台灣想加入聯合國的這個議案 又在聯合國大會上被人禁止了 不過今次台灣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單是民進黨政府想搞入聯公投 連國民黨都搞反聯公投 反聯和入聯根本是同一回事 為何國民黨願意跟民進黨起舞 很明顯的原因就是國民黨似乎想不出還有甚麼辦法 可以去對付民進黨 我們知道過去這麼多次的選舉 民進黨贏的地盤是越來越多 地位是越來越鞏固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永遠握著一個旗號 就說我們是愛台灣的 我們要尊重台灣人的主權 台灣人的獨立地位 握著這東西去打擊國民黨 譬如說國民黨這些獨裁專制的以前前朝的強人政治的遺留物 又說他未完成轉型正義的責任 又說他全部都是外省幫 總之國民黨被他醜化到很不堪的地步 而國民黨今次推出了正宗外省人馬英九出來做總統候選人之後 他就更加恐慌了 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外省人 他自己的把柄就很多了 他怎樣可以淡化這種被醜化的機會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玩什麼我就照跟 你要加入聯合國我又來 你說你愛台灣 我索性告訴大家 原來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了 於是馬英九就帶領著國民黨 從過去的深藍走到淺藍 走到現在開始向淺綠接近 這個時候最緊張的當然就是中國政府 不過這樣看回頭 馬英九這一招是否真的可以帶領國民黨 打出一片新天地呢 恐怕就很難了 因為你現在玩的任何招數都是照跟別人 理論上可以減輕對手策略的殺傷力 但他都反映出你欠缺議題 你在政治上經濟上任何改革 你都沒有提出任何建書 為什麼你欠缺議題呢 很可能就是因為你不夠人才 為什麼你會不夠人才呢 說明你這個黨已經爛到他根處了 2008年國民黨是否真的還有勝算呢 這次國民黨要提案 但是要用正確的方法提案 所以國民黨的案是維持中華民國台灣的現狀 但是目的呢是要盡得去 誰知在刺激傷亡 我借倆已經走到中後 因為我們沒有被承認是一個國家 所以就他們的法律來說 我們的確是進不去 但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要有原則 抓住目標往前衝才對的 I'm part of paradise 只想跟你一起 一起走向這一天 I'm part of paradise 你還可以的一天 這次一在想起你 I'm part of paradise